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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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一度的村代表選舉 一年三個星期日舉行 袁居民覺得我們是外人 沒有資格去參與 我們全居民, 我們愛國愛港 外來人做居民代表 未必一定能幫到村民 一個村長的影響力 遠遠超越村的範圍 不過這場選舉 有多少人重視呢? 這裡是元朗八鄉元江村 和元江新村 上個月中 村內舉行八年一度的太平清照 連續幾天的慶祝儀式 來到這一天是壓軸 後排撿開它 顧問撿開它 梁浩森是元江村村長 他在幕後打點 其他父老不用黏也不要緊 他一喜歡上去就上去 根據傳統 太平清照會有樓水燕 免費招呼附近的村民 傳統節目和剛臨近村代表選舉 有來渡賀的村長說 這類樓水燕不會有利益衝突 打招還打招 那些村選那些還村選 不能夠混在一起 鄉議局主席劉葉強 多個鄉市委員會主席都來祝賀 中聯辦、警方、民政事務署 都有代表出席 很多時候任何宴會 都有聘請中聯辦做嘉賓 我們愛國愛港 對不對? 我們原居民 做回我們原種傳統的問題 如果沒有,知不支持 對不對? 當作聯絡而已 謝謝 袁岡村的村長梁浩森 已經做了五屆 每次都是自動當選 自動當選 就表示他們的村子團結 說利益關係 就有競爭 和諧、團結 那就是誰 對嗎? 對嗎? 進去就行了 進來開會 梁浩森是原居民 他說村內一向很和諧 平時有甚麼事 就會約村民喝茶解決 至於村民大會 和這些禮會就很少開 對上一次是… 村民大會 每一年當成團拜 開一次禮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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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村長制 自從2003年開始 梁村長說 原居民村長負責處理原居民事務 像丁拳、奔贓和免猜響 而非原居民村長 就做多些村內管理 他覺得非原居民做村長 不及原居民熟手 他不熟悉我們村的習俗 或者其他東西 你都不了解村內的運作 你做那個村長來 對吧? 沒用的 好 你好… 有甚麼事? 沒有… 坐吧… 坐吧… 剛才太平清調完了 那裡有沒有吃齋? 有… 同樣是自動當選 楊金倫在玄江村分支出來的 玄江新村 做了十六年村長 他是原居民 不過他出任是非原居民村長 原本今居有立法會議員 朱凱迪想挑戰他 但後來朱凱迪被選舉主任DQ 指他隱悔支持香港獨立 撤銷選舉資格 楊金倫說 就算朱凱迪來選 也未必有原居民的人脈 應付村長的工作 這些街燈是我們申請的 但是數量呢 我想都是整個八鄉之冠 街燈或者教一些水電 你要經過人的私人土地 你要申請任何東西 街燈也要挖路 你業主,你認不認識? 你知道議員也沒辦法 你不認識的業主 你怎麼叫人簽個同意書 但我們原居民的身份 拿個同意書非常容易 我們不是說自己聰明 而是我們知道誰是業主 這條村大約有八百人 原居民只是佔兩成 搬進來住的村民 都可以競逐非原居民村長 但現在各位就被原居民造賣 是不是破壞了雙村長制的意義? 楊金倫就說 搬進來的村民 其實沒甚麼人想參選 他們搬進來的村子 其實很尊重我們 他們其實很想安居樂意 或者搬進來 就不想搞這麼多物物 又說要出來欠村代表等等 總之有困難 那村代表可以幫到他們 他就可以了 現在有七百多條村 選出一千四百幾個村長 他們可以競選做鄉事會委員 全港有二十七個鄉事會 他們的主席可以自動成為區議會 當然議員 二十七個鄉事會 有份組成鄉議局 鄉議局在立法會功能組別 有一個席位 另外選出特首的一千二百人選委會 鄉議局佔二十六席 一個村長的影響力 遠遠超越村的範圍 我們怎麼樣?今天照片可以嗎? 可以了,你可以看看 Carol參加西貢北港村村代表選舉 她在去年十一月 連同朱凱迪共六人宣佈參選 希望改革鄉事體制 後來朱凱迪被DQ 另一個拿不夠提名 最終只有她和另外三個人順利入閘 真的很荒謬,而且很不公平 因為現在那些官員大了 他說可以就可以,他說不可以就不可以 他的框框是越滑越小 我們是有這個權利,更加有這個責任 是去為這條村出分力的 Carol是政治素人 競逐非原居民村長席位 她認同朱凱迪推動向村綠色環保的理念 所以參選 不過,過程比想像中困難 雖然只需要五個選民提名 但原來一點都不容易得到 原居民,他們會覺得我們是外人 想讓自己人做 有些甚至是可能之前答應了都會提名 但是因為被人勸喻 擔心提名我之後會得罪人 所以他就跟我說不好意思 他不可以提名我了 原居民抗拒他參選 要找非原居民提名同樣不容易 原來鄉郊選舉有另一個選民登記制度 即使在選舉事務署登記了 可以在區議會和立法會投票 亦要重申向民禎事務署登記 還有在這裡做一些上班 Cara說她很多朋友住在這裡很久 但一直都不知道這個要求 為什麼這個原來是另一個名冊登記 這個制度令很多居民以為已經有投票權 令別人對鄉村選舉很含糊 始終討論 是 我是居民代表的候選人 北港… 對, 因為我關注回收 是否阿朱凱迪叫你出來 不是, 她很知道回收的事 但我有些事跟她不同 Carol是家庭主婦 今年參加西貢北港村的村代表選舉 她成功取得足夠提名 又獲選舉主任確認參選資格 一心想著開展選舉工程 不過拿著一份選民登記冊 就發現很多漏洞 有些居民搬了很多年 甚至不在香港居住 她仍然在名單上 政府也問過她 她說其實是要其他人質疑 才會檢視那個名冊 村代表選舉 自從2003年開始 實施雙村掌制 但選民登記冊 多年來一直被救病 我們招任選民登記冊 有很多選民登記冊 如果是選民登記冊 只會沒有投票結果 選民登記冊 全部不選民登記冊 有很多選民登記冊 你覺得選民登記冊 還有選民登記冊 先過去選民登記我看見 互選組 这条在大埔的瓦瑶头村 有三十多栋村屋 但居民名册只有九个人 七个是原居民 北潭冲村的登记选民人数 同样很少 原居民名册有十五人 当中十一个人 布住同一个住址 这家屋里的人 几乎可以决定谁做村长 居民有没有人 双村长制下 原居民既可以参加原居民村长选举 他只要在这条村住满六年 亦有资格报名竞逐非原居民村长 在这条村里有资格 政府的原意是想多元化 有居民去参与的时候 其实是失败的 完全做不到居民都可以参与 非原居民居民都可以参与 但其实当中有很多是比较困难的 卡罗说 选举工程不单只接触选民难 就连找竞争对手都很难 原居民李立拳 跟他竞逐非原居民村长一席 他一直没办法接触李立拳 不如试试找原居民村长问一问 不如真的试试, 否则真的… 洛先生, 你好 我会打招呼他 我参选了, 是候选人 希望多多指教 对, 其实我关注的东西 都是在村里的东西 大家的目标不一样 你不需要找他 你做你的东西, 我做他的东西 大家… 有大招呼也不需要 有大招呼 我这么礼貌上都要认识 譬如同一村, 大家是居民 其实都要… 你的政治目的我们清楚 政治目的? 政治目的? 政治的东西都很清楚, 可以吗? 我没有政治目的 不是, 因为我是问你 拿李先生的联络方法 我们都透过西贡乡市委员会 邀请李立拳做访问 不过乡市会的人说李先生拒绝 Carol说村长权力大 不过乡郊选举的透明度低 甚至村长选了之后做些什么 村民都一无所知 她也是一个居民选举出来的团体 其实是否都要最低限度 一年开几次会, 三、四次会 有个议程给我们知道 这么简单, 是否都可以呢? 你说村民大会 好像是四年前开过一次 以后没有了 所以我们更加要站出来 对了, 就去选 还会告诉别人 我们需要有一个改革 我们不希望再继续混乱 不清不楚下去 这里是布袋奥村 村长的选举 多年来一直有竞争 二千年, 这条村的非原居民 提出司法复核胜诉 开启商村掌制 现在的名字是德洋法 夏洋法 那些才是影响 85岁的布水 是布袋奥第一个非原居民村长 这届也有参选 他的家族都住在布袋奥 他已经是第七代 他们这批非原居民 因为历史的特殊原因 都同样享有原居民权利 葬在这条村子的认可殡葬区 现在真的有几百身份 你百年龟老也是想住在这里 当然了, 住在这里方便 曾经有人在乡市会 反对非原居民葬在这里 布水说, 幸好当时在做村长 及时提出意见 他认为有个非原居民做村长 会制衡到原居民村长 不会说了事 既然原居民做了当然 有什么都不同 你开会 可以什么呢 他就是看很多企业 说了事 有什么都不同 有什么都不同 10号 布水的对手 是细他足足62岁的原居民 张建成 他今年只有23岁 那天他和街坊 去附近俱乐部 搞圣诞联欢会 星虾狡 看来 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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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要做村长 还没 还没 好 毛先生都很支持我们报导 我们出电子演戏 他爸爸张锦泉 现在是布代奥的原居民村长 这届都有参选 他2011年就差赢过布水 之后那届他改选原居民村长 由他的女儿去挑战布水 但女儿输了 这届就由他的儿子出选 看看有没有机会 父子档做了两个村长 张建成觉得 布水做了这么多届 年纪越来越大 不是好做到事 我应该要教牌 我好像是90岁 一条村只有一些年轻人 即是住在这里 都只有一些我 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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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叫阿晟帮你走 我肥子也蹲不到 肚子怎么蹲 真的 张建成中学毕业后 在村道做泊车工作 他承认第一次参选, 经验不足 我真的还没挂 为什么呢 是因为 我还是 之前在读书 我还是在读书 但是 我不是很惯 我个人 对 个人一向都 来向一点 但是 我参加一些东西 都要见到一些人 现在习惯了 好 布代澳村的村长选举 在一月初举行 结果布水以26票当选 张建成就以三票之差落败 好 一号 谢谢, 谢谢支持一号 好 Carol昨天就亲投票日 最后拉票 她希望将这次参选的宝贵经验 和有心推动乡村改革的人分享 虽然赢面不大 但是希望走出来 走多步, 站出来 为这个公民社会的建立 尽力尽分离 好 小野兰 成绩 既然持续社会 成绩 是 为了